乔娇和韩娇的记者发布会的新闻 铺天盖地的一下子席卷了整个精度 紧跟着而来的 还有被买通的娱乐媒体那边 关于影片现实激凶的各种报道 等同于告诉所有人 韩瓦林绑架乔西敏 不过是韩瓦林进军演艺圈的世纪视频 并非是真的绑架 媒体的风向把大家的焦点 都引向了影片炒作的手段上面 反而让人忽略了这件事情本身的真相 话题被引导到了炒作上 几乎让一群不明的观众 都认为电影公司为了炒作 什么噱头都敢设计 而这一次不过是闹了个大乌龙 却也达到了影片需要宣传的效果 芸汐从发布会的视频上收回视线 冷笑了声 不得不说 这确实是个很好的借口 用炒作来掩盖韩瓦林犯罪的事实 这次的发布会影响有多广泛 那她将来 要打韩瓦林和乔西敏的脸 就能够打得更重一点 芸娜那边传了消息过来 你那个小妹 在学校门口找了你好几次了 估计啊 是冲着云子林和梁秀琴的事来的 慕飞池把袋子里的零食 一样一样的 分别放在茶几的抽屉里 方便云西饿了的时候 随手就能拿到吃的东西 嗯 云楚汗比云子林聪明啊 她应该对梁秀琴 毁了云子林的脸 怀疑到我身上来了 不过她没有证据 也拿我没辙 本来这件事就跟我没有关系 抬起头 芸汐仔细想了想 又觉得有些不妥 云楚汗又是没见着我 恐怕会去找梁秀琴 少说你找人拦着她 在开庭之前 我不希望云楚汗有机会 见到梁秀琴 宝贝儿 你以为进了橘子里 是你想见就能见到的 穆飞池轻笑了声 开庭的时候家属会到场 你就不担心 到时候梁秀琴当众揭穿你 我既然敢这么做了 那就已经做好了 完全的应对方案了 芸汐眯眼笑了笑 一副无所畏惧 又坦然的模样 到那个时候 就算我妈当众揭穿我 那又如何 她有证据吗 我跟她的关系一向不好 她就算是说了 别人也未必会相信的 那云楚汗呢 等判刑之后 云楚汗即便知道又如何 已成定局的事情 想必也是 她想要看到的结果 没有了梁秀琴的阻拦 也少了云子林这个障碍 才是她出头的时候 你以为她默默无争的 就是没有心机的人吗 我家里头啊 她可比云子林和梁秀琴 聪明多了 不会叫到狗呢 才会咬人呢 沐飞池抬手 摸了摸她的头 笑着打趣她 唉 再聪明 也玩不过宝贝你啊 她要想在你手里 放出什么浪来 可不容易啊 云楚汗的野心不小呢 她的终极目标 可是你呢 少帅啊 你有没有觉得自己 特别的荣幸 哼 完全没有 沐飞池一下子 拉下脸来 长得跟调色盘似的 看着都到胃口 老子 有好荣幸而言啊 真没想到啊 少帅你还是个 以貌取人的人 芸汐伸手 掐了掐她那张 迷死人 不偿命的俊脸 左右 打凉了眼 很是认同她的观点一般 点了点头的 嗯 确实哦 能配得上你这张脸的人 还真是不多 圆在天边 近在眼前 有你一个就够了 看多了 眼瞎 啊 芸汐无语了